大家好 那么几周之后 世卫组织将公布这次新冠疫情溯源的 也就是在中国的调查报告 这是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 那么之前曾经传出 这个世卫组织准备公布一份摘要 那现在摘要不公布了 公布的是这个完整报告 一字不落 把所有这个报告都公布给你 我会及时跟踪这个新闻 后续如果这个报告出来 我也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 说26名国际科学家还有4号公布 呼吁世卫组织重启新冠疫情的调查 批评前世卫专家小组的疫情 有无法掌握的信息 所以呢引起了这个国际媒体的关注 世卫组织呢现在也受压力 准备公布所有的报告 那既然大家不相信我们 我们把所有的情况公之于众 让大家让所有的科学家都可以看一看 这个报告里 所有的内容 然后你们自己自己判断 你可以自己去判断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那里边呢有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啊 中国的情况 那中国呢 有些数据呢提供了 有些数据没有提供 所以西方国家认为呢 中国隐瞒了一些消息 那我觉得这份报告公布以后啊 会给大家一个更具体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了解新冠疫情 他这个发生当时情况的一个信息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个情况啊 我觉得这个世卫组织也是 想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摘出去啊 可能想把自己摘出去 因为这个东西呢 中国给他提供的数据就这些 他通过提供这些数据 能得出来的结论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报告你看完以后 换做是你 你是专家 你得出的结论也是这个 只能根据现在像我的数据来讨论这个 那么其他的 就需要待以后再来查 而西方呢 他之前因为这个报告没有公布 不断的炒作 这个世卫组织和中国串联 利用这个报告给中国洗白 所以我觉得世卫组织这一次的公布 也其实就给这个自己啊 解套 对吧 你们说我啊 说我跟中国串通 那我把中国给我所有数据 我都给你们看 对不对 那报告是现成的嘛 一次不拉 你自己看 世卫组织人家撇清了 对吧 我们调查我们根据现在现有的数据 玩我们得出的结论 如果有不对的 你指证 是吧 你自己可能得出的结论还不如我 所以你看世卫组织 公布全部报告 说明世卫组织已经把自己关系给清了 啊 这就是自己 没有和中国串联 那其实中国的压力反而大 那这份报告呢 我觉得西方呢 得到这个报告以后 会从这个报告里边继续挑中国毛病 继续从里边找出啊 对中国不利的啊 这些蛛丝马迹 然后对中国施压 我觉得中国后面呢 需要啊 需要应对 需要应对 因为中国方面提供的很多数据 西方认为啊 第一不及时 第二啊 有些数据呢 可能不真实 他有他有理由怀疑 所以后续啊 我觉得围绕着新冠疫情 他这个溯源 中国和西方会打一场媒体战 而且这个媒体战要持续数年 这是我的判断 给你数据了 报告也给你了 给你以后呢 他慢慢的拿这个数据 哎 各种解读 解读完了以后质疑 质疑 只要他质疑 你不 你不正确的回应 你不给他真正的数据回应 不拿出证据 他就可以往歪了解读 我就可以编了 西方根据这报告就可以编了 我质疑你的数据 所以 西方只要是拿着这个报告 打压中国 质疑中国 那你看这个媒体战就没完 那国际上就认为 这个新冠疫情 就是来自中国 所以我说 中国现在很麻烦 很麻烦 其实我呀 这个视频录的目的 就是提醒咱们中国 就是现在呀 新冠疫情溯源 这个事已经找上你了 已经找上你了 不是说这个调查报告 一出了以后 你这个事就没了 中国就哎呀 万事大吉了 你错了 才开始 你得了解西方的这个媒体 西方那个政治 他的生态 给完他报告以后 这个事才开始 人家会根据这个报告 然后不断的要求你 提供各种东西 然后呢 怀疑你 对你质疑 所以这就要求 中国提供的数据要准确 中国提供的这个数据要及时 千万别让人挑出毛病来 我觉得我是好心提醒 我是好心提醒 我不希望 全世界把中国当成病毒 的反应地 中国人也是什么 受害者 去年一年 大家在前面憋了半年吧 三个月还是四个月 就在家憋着 那你不是受害者吗 有大量的人失去了亲人 你不是受害者吗 啊 湖北武汉 我春节的时候去过武汉 老观众看了吧 我在 我就在那个海鲜市场门口 你真的 你你现在恍如隔世啊 你就觉得好像12个月以前 这地方是什么样子 这地方人人身顶沸 人山人海 是不是啊 红旗招战 自由买卖 是不是 哎呀 12个月 改变了世界 你想是不是改变了世界 你现在在欧洲 你现在在美国 你现在还在地球任何一个国家 你说是不是都改变了 谁还不认识那个Covid-19啊 谁不认识他 所以有时候啊 我就想 真的啊 就在武汉啊 就在那个海鲜市场门口 在想 海鲜市场门口也都堵上了 全都撤了 消毒都无数遍了 所以我在想 有时候人是人世间真是这样 你到那你难很难想象啊 很难想象 就12个月以前 上一个刚看完春节联欢小会 然后就封城了 大年三十当天晚上封城了 哎呀 恍如隔世啊 真的有时候去武汉 真是恍如隔世 那地方我觉得以后可以成为景点 没啥人 你看我给你录像也是 没什么人 下着小雨 天气也阴 心情还挺沉重 又是一年春节 一年啊 12个月 我呢 希望这个事呢 对不对 我希望这个事能水落石出 而且我也相信 咱们中国人是被冤枉 中国人绝对是被冤枉 我也不希望咱中国人顶着这个被冤枉这个帽子 顶一辈子 以后都叫这个病毒都是中国的 什么什么病毒都是中国的 我是最讨厌的 所以我希望这个调查能调查轻辱 也希望中国能够清白 还中国清白 我今天提醒一下 我就提醒一下 这个只是开始 你给人家报告 人家这边报告都出来了 未来媒体战 未来各种的舆论战 只是开始 自己要做好准备 另外你现在给人一些数据 一定要准确 别存侥幸心理 给人东西不准确 回过头来 真的啊 到时候你绝对洗不清了 洗不清嫌疑了 哎呀 我很忐忑啊 我去过武汉 然后呢 这个几周以后 这个报告就出来了 数字版的 所有的情况都给你报告了 到时候我再给大家解读 我是真心希望咱们中国人能够洗清 这一年多以来 就被人误解啊 叫成病毒 我是真心希望咱们中国人能够洗清 看吧 看后续报告出来 到时候我给大家解读